经人的力量 假使一个不道德的人 变成一个宗教人 按照佛法 这样是一个实在的 极好的例子 奇迹 在每一个宗教里面 我们听到他们的宗教创始者 或者创始者的门徒 他们表演奇迹的事 这种情形 佛陀或者佛教徒们 也都遇过一些 从佛陀出生 到他灭后 正得涅槃的时候 所出现的奇迹 佛陀有很多心灵的力量 其他的宗教 称之为奇迹力量 成就这种心灵力量 是经由他们长期 和密集的收集禅定而来的 佛陀禅定 经过所有最高默想的阶段 终致成为静化的自我和智慧 这种禅定 不被认为是奇迹 而是任何修行的人 都可以证得到的 佛陀透过心灵力量 看到前生 包括了很多详细的经历 他记起了他的前生 和如何利用那一生 去达成他的觉悟 然后 佛陀觉悟了 他以宽广的眼光 看到整个宇宙 是一个业力 和再生的系统 他看到了 宇宙众生有高贵 亦都有邪恶 有愉快 亦都有痛苦 他看到他们继续 根据他们的业行 生生死死 离开一个生命形态 又换上其他一个生命形态 最后 他了解到苦的本质 苦的因 苦的消灭 和灭苦所收的道路 然后 他看不到 他已经做到完全的解脱 免于人 和神的所有束缚 他看不到 他应该做的 已经做完了 他看不到 他不再有生死了 因为他这一生 已经是最后生了 这种知识 是堪破了无名 和所有的黑暗 而光明在他身上 生起这种心灵力量 和智慧 是佛险 是佛陀在菩提树下 坐禅的光景 佛陀是由良胎自然生产的 他过着正常的生活 但是就他的觉悟来说 他却是一个特殊的人 一些人 还没有研究 如何去欣赏 他最高的智慧 想去求他 伟大在窥视 他的生命 和寻找奇迹 然而 佛陀的无上智慧 是更多过我们所知道的 伟大的佛陀 不需要推介任何他的奇迹 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佛陀发觉了这种力量 是可以由人心训练 而开发出来的 而他也都察觉到 他的弟子们 能够训练自己 开发这种力量 因此 佛陀中谷他们 不要运用这种心灵力量 去化道那些 知识教差的人们 有人讲到 佛陀有奇迹 他说 他能够在水上面行走 驱逐精灵 能够起死回生 和其他的现象 也都讲到 他有先知的奇迹 他有他心通 能够预言 能够算命等等 当没有受过教育的信众 看到这种力量的表演的时候 他们的信心增加了 但是只是名义上 使得这些人贵意 对正当的宗教来说 并非有价值的资源 这些人生起信心 不是因为了解到真理 而是因为他们全有幻觉 所以佛陀要人信仰 只是求诸于理性的力量 下面的故事 说明了佛陀对奇迹力量的态度 有一天 佛陀遇见一位苦行者 现在于河边 苦行者 苦修了25年 佛陀问他 你花了这么多的劳苦 得到些什么呢 这位苦行者 高傲地回答说 到了现在 他至少可以在水上面 步行到河的那一边 佛陀指出 花了这么多的劳苦 只是得到这一点点 微不足度的收获 因为一分钱的渡船费 就可以带他过河了 某些宗教以为 一个人的奇迹上演 能够帮助他成为圣人 但是在佛教里面 奇迹能够障碍一个人 成就圣者 佛教的圣度 是占次的个人达成 无人能够使另一个人 成为圣人的 圣性是他个人的事件 是要每一个人 必须透过自我淨化的工作 来达成的 很多得到某种奇迹力量的人 在得到一些细族的利益之后 就陷入了人们虚无的赞誉里面 按照佛陀 一个真正对奇迹的了解 是当一个谋杀犯 一个小偷 恐怖分子 走鬼 奸淫者 能够了解自身错误 而又放弃了他们坏的 不道德的恶行 这种转变 才值得被认为是一种奇迹 这种最高的奇迹 是人可以做出来的 很多人们所谈的所谓奇迹 其实只是想象和幻觉 是他们自己心中对事情的真相 缺乏了解所产生的 所有的奇迹 就仍然保留在奇迹中 一直等到人们了解这些力量 真正是什么 佛教说 人能够不需要精神力 而获得奇迹的力量 他告诉我们 假使我们才得到精神力量 这样 也就能够自动地获得奇迹 或者心灵的力量 但是假使我们发展奇迹力 而精神力不发展 那我们就很危险了 我们能够误用这些力量 来到获得世间的利得 这是Peteligama Yudana的经意 有很多脱离正道的人 使用奇迹力量 而没有任何精神上的开展 做什么 我们在 admire 我们来